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YouTuber明星赛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在前几周都有稍微释出丹尼的一个新计划 就是邀请几位比较知名且丹尼有办法联络到的YouTuber 一起来参与这场POKEMON GO PVP对战的YT大对抗 然而不知道观众们从上面几张途中 是否已经猜到参加的8位玩家有谁了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公布吧 不得不说 鸭子大大实在太有才了 我们第一位参赛者就是观众们从小看到大的 Beech鸭子 总是能够为玩家们带来第一手的即时讯息 影片里总是能够伴随着欢乐的气氛 在PVP对战里甚至有宝可梦界的卡卡西之称 算是中文圈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欧洲鸭喔 第二位参赛者则是人们称宝可梦PVP对战教科书的阿莎 他每一季都是能够轻松的封顶拿到姿势 主帐号攻顶后还让小帐号的两只角色去拿摔角皮卡丘 算是拿R24游刃有余的真实力派玩家 在频道里也时常开台直播跟大家一起同乐 想要增强对战实力的玩家也能够去追踪她喔 第三位参赛者是丹妮前阵子有合作过的飞飞 飞飞算是中文宝可梦YouTuber里面少数的女生代表 平常会带给大家及时的资讯影片外 也会开直播跟大家一起打打天梯 算是亲和力很好的一位YouTuber 第四位参赛者是很多观众在留言区有提到的傻豆 傻豆在频道的讲解也是PVP对战宝可梦 但是他的特色在于傻豆喜欢讲一些非常冷门的角色 对于喜欢冷门角色的玩家而言 傻豆的介绍也是令许多玩家喜爱的喔 第五位参赛者是之前丹尼合作过很多次的 日本知名的YouTuber 许多讲拥有甜美的外形与活泼的个性 频道里总是可以带给观众们日常的宝可梦活动分享 平时也会开直播进行PVP对战 深受广大粉丝们的喜爱 算是Pokemon GO里面全面发展的一位YouTuber 也算是本次明星赛唯一的日本代表喔 大家好我是丹尼 第六位参赛者就是丹尼本人 身为本次活动的主办者跟参赛人员 希望这次邀请到了各位YouTuber 增加宝可梦整个气氛并彼此交流一下 毕竟是自己的频道介绍 这边我们就先交代到这就好了 大家好我是James JR 第七位参赛者是同样直播界实力派代表 JR他跟RX相同都是美技R24宫顶的常客 对他们来说宫顶之余还能够常常进入世界前500名单 玩家如果有注意到500壮士清单的话 肯定对JR是不陌生的 而且他在直播的时候偶尔还会唱歌来带一点欢乐 可说是才华洋溢的一位玩家呢 又再配了我是刘沛Pierre 压轴第八位登场的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刘沛 刘沛他知名度算是Pokemon GO里面最高的 总是会带给观众们新的宝可梦资讯跟自己的看法 虽然刘沛本人并没有像丹尼或其他人 那么专精于宝可梦的对战 但还是接受了本次的邀请参加这次宝可梦的明星赛 丹尼也非常期待刘沛会在这次明星赛里带出怎样的对战 当然在规则上会稍微平衡一下实际差距 希望各位YouTuber能抱持着期待又兴奋的心情一起参加啰 好那么我们简单介绍完本次参加明星赛的八位参赛者后 观众们最期待谁跟谁的对战呢 丹尼也有设定投票功能在资讯栏 可以去为自己喜爱的YouTuber投下神圣的一票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说明这次明星赛的规则 这次明星赛将会采用超级联盟CP1500以下进行对战 我们将会分成两两一组的方式进行 总共参赛者共有八名所以会有三轮的对战 第一轮跟第二轮的对战都会采取三战两胜制 输的玩家就会直接淘汰没有败布复活的机会 而晋级到第三轮也就是冠军战的时候 则会改成五战三胜制 所以一位玩家最多也只会打到11场对战就会结束了 毕竟YouTuber都是很忙碌的人 但你这次尽量的把赛程简单化 让大家没有时间压力的参加 然而在对战里面也担心玩家会全部使用同样的宝可梦上场 这边也有限制每一场的对战至少要换一只角色 再来是为高手而准备的限制项目 参赛的玩家只要打到R23以上的阶层后 都会规定无法使用第八季官方宣布的旅miss的20只角色 除此之外每一轮的对战不得重复的使用宝可梦上场 简单说第一场如果使用ABC的话 第二场跟第三场就不能选择ABC其中任何一只上场 但是当本轮结束的时候下一轮则是可以再次使用的 以此稍微限制一下比较常打对战玩家的实力 让全部的参赛者实力可以稍微的平衡一下 对战的规则算是简单易懂啊 毕竟第一次尝试大家一起合作 但你不希望太过于复杂 至于分组的方式把大家PP的对战实力进行区分 排顺到1到8号 原本是想参考NBA季后赛的一个方式 前段跟后段的进行分配 但是想想这样可能不太公平 毕竟玩家不会想看到刘沛一开始就对上世界级的高手 所以思考之后改为交错对战 也就是1号对5号 2号对6号 3号对7号 最后则是4号对上8号 只要能避免高手一开始就互相厮杀 导致冠军赛的实力落差太大 另一方面在高手被限制的情况下 在前几轮比较低位的一个选手也有机会上演逆袭 算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分组方式 那么摊开全部分组的结果后 就会像这次明星赛将呈现的对战表单 玩家只要连续打败三个对手就能够取得冠军 算是非常简单易懂 虽然丹尼有考虑到败不复活这部分 但是考量到整个规划会比较复杂 在第一次试办就先不要 以后还有机会的话再来考虑 所以这将会是一场输了就淘汰的刺激厮杀 肯定能够带给观众们更有趣的宝可梦对战哦 那么丹尼已经把整个明星赛的活动介绍完后 接下来可以看看这次赛事的时间表 首轮的对决将会在6月22到6月25登场 影片将会参赛的YouTuber各自上传到自己的频道 玩家也可以从丹尼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找到他们几位的频道连结 就能够在这时间点内看完他们的对战影片 次轮的对决会在6月29到7月2号 最后的冠军赛则是会在7月6号到7月9号之间上片 然而每周一假日丹尼会整理本周的一个 大家对战的一个精华进行介绍 来凝聚本次赛事的一个热度 也希望观众们可以多多支持与订阅8位明星赛的参赛者哦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明星赛邀请到大家比较熟悉的YouTuber一起力挺 为了是给观众们更多的宝可梦趣味 虽然这非官方举办的活动 但对我们这些热爱宝可梦的玩家来说 能够看到YouTuber互相厮杀肯定也是非常期待的 希望这次能够把明星赛顺利办成 就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三周 各位YouTuber带给大家精彩的对战吧 那么本部影片就到这了哦 也由于目前的对战影片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丹尼在这边甄选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对战阵容 或者是冷门小知识 以及极限挑战的团体战等影片的话 可以提供给丹尼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对战影片的话 建议是提供七场以上 让丹尼可以进行筛选一下精彩的对战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给我提供的影片会经过筛选审核之后 成功的话会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机会 影片上传的部分的话之前有说是在Google云端 或者是YouTube 但是发现YouTube的画质可能比较不太清晰 所以这边建议 统一选择Google云端会比较好 这边也有付出一下要怎样进行上传哦 另外玩家如果从事YouTube频道 或者是活动需要宣传的部分 也会在影片里同步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啰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宝可梦相关的资讯 不妨可以订阅丹尼的YouTube频道 或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资讯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斗的话 也能够加入丹尼的YouTube会员 目前有分为粉丝会员 以及好友会员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个小小支持 都会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动力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